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昨天的跌幅是2015年股灾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整一个股市板块中除了医疗板块以外 其他几乎来说全部都是下跌超过了5% 甚至于大幅的跌停 但是很奇怪的是欧美股市在昨天却意外的出现了反弹 因法德欧洲国家反弹力度大约是在0.2%至0.6%之间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则出现了超过1%以上的上涨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随着特斯拉强劲上涨 20%带动了整个科技板块的涨幅达到了1.4% 那我们多说一句的是特斯拉的股票 也是我从去年12月以来重点看好 而且是应该说是最看好的美国一支股票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电动车是应该说是未来的趋势 第二目前来说全球的电动车板块中 所有的企业里面 所有的企业只有特斯拉是赚钱的 那么实际上呢 它也是经历了接近于10年的亏损之后 随着上海的超级工厂提前竣工 它才能够应该说是意外的出现了盈利 那么之后随着它盈利的持续 那么我们预计呢 特斯拉的股价将会 我预计它只要能够持续盈利 它的股价最终能够成为下一个苹果公司 那么现在特斯拉的股价呢 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接近于800美元一股啊 几乎来说呢 可以说是人民币啊 这个7,8,56 5,600人民币一股 它破千 在我看来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好了 我们再言归正传回到这个昨天的话题中啊 昨天的股市中 那么除了昨天的股市以外 黄金价格目前大约是在1580美金左右 油价则继续下跌 由于呢 中国对于原油的需求量同比几乎来说减少了20% 因此油价从最高峰这个圣诞节附近的63美元 目前跌至呢 啊 50美元 昨天晚上一度是跌破了50美元 跌幅超过27% 比特币价格目前稳定在9500美元上下 并没有太大变化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中 我们着重就来说一下的是 为什么昨天在注入了1.2万亿人民币之后 A股依然是出现了千股跌停的走势 啊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呢 这个 呃 在上周末的时候呢 其实央行已经宣布了1.2万亿人民币的新增流动性 啊 那么这个1.2万亿人民币听上去非常的多 如果是放在2008年 应该说是占据了当时啊 全年就是计划4万亿的30%啊 在2008年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放在12年之后的今天 这个数字却已经不是那么多了 在如今上海和北京的某些豪宅啊 比如说美京北京三环以内的 甚至于一些某些四合院就不用多说了 别墅啊 上海黄浦江沿岸的一些高层大平层 报价几乎都已经达到了1亿人民币 那么1.2万亿实际上就等于上海6000套 加上北京6000套豪宅 这样的规模 对于现在中国股市来说 啊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力 我们也看到开盘依然是出现了大幅的跌停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 我昨天也联系了在北京做中国A股的同学 2006年我们毕业的 现在人家也是做了14年 也都是证券公司里面的高层 那么他实际上是说到呢 其实在昨天开盘之前 证监会已经提前打好了招呼 给各大的券商私募基金 以及某些超级散户大佬们 都提前打好招呼 让大家呢 那个时候千万大家一起帮忙 撑住这个股市 换句话说 如果这些私募基金或者是超级大佬们 不想成为下一个徐祥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 在昨天他们就必须挺身而出 托盘就是 不要在意亏损多少 那么实际上 昨天绝大部分的庄家 包括券商也都这么做了 但是依然没有办法 能够撑住下跌 这也说明这个下跌的力度有多大 应该这么说 在2003年当时非典疫情的时候 中国的第二季度GDP增速 从当时的10%的背景之下 下跌至了3%增速 那么如今12年之后 中国的GDP已经翻了两倍了 这个时候 我们按照现在 这个时候现在的疫情控制 疫情传播力度 以及对于城市的限制 或者说是对于交通管制力度 都超过了2003年 我们按照保守的估计 今年第一季度GDP 就算是和2019年总量相等 也就是说增速为0 那么如果要达到全年6%的目标 就必须在第二第三第四季度的三个季度GDP 平均达到8% 这样四季度平均下来 0加8加8加8再除以一个4 才能等于6% 那如果第二到第四季度GDP增速 依然维持在6% 那么全年平均下来 就只剩下4.5% 那你告诉我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第二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 从去年的6%拉至8% 那就是需要靠超级重大的利好消息 这个利好消息必须足够的大 能够重新激发中小企业 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潜力 那我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要多好的政策 才能够刺激经济 能够从6%拉到8%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我预计将会出台重大利好 至于这个利好的幅度有多大 我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为了保住全年的增速目标 那就必须出台 好了我们再说下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刚才说到美国股市 三大指数依然是在反弹 但是澳洲到底靠的是 看澳洲的股市到底是看美国的 还是看中国的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中国股市昨天千股跌停 美国那边却出现了1.4%的 这澳洲夹在中间该怎么做呢 一边是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 另一边则是最大的盟友 那么在目前外交 在军事 以及在其他的方面 应该说澳洲都是和美国站在一边 但是在经济上则不一样 中国作为澳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支撑了澳洲过去的20年发展 换句话说 正是中国20年对于资源的需求 帮助澳洲成为了亚太地区新兴的一个发达国家 那么如今中国第一季度呢 工厂和大部分的消费处于一个半停产状态 也就势必对于需求会大幅减少 这个需求不仅仅会体现在原材料 比如说铁矿石或者是铜 这些工业原材料上 也体现在方方面面 从奶粉到红酒 奶粉可能不会少 从红酒到一些非必要品开支等等的 都会减少 其实奶粉刚才我想到 其实也会减少 因为随着企业停工 家庭的收入会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如果很有可能家庭的选择 会从之前最昂贵最好的A2牛奶 可能会下降到 比如说是法国牛奶相对便宜一些 或者是荷兰牛奶相对便宜一些的 合资品牌 因为收入的减少 就势必着支出的减少 所以呢 这个疫情持续时间越久 对于消费的伤害就越大 那么在股市方面呢 我相信和中国联系密切的某些板块 将会受到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尤其是在矿业和个人消费上 在股市以外的地区 澳元目前下跌 已经跌至了几乎是过去三四年的最低价 而且下跌的趋势依然没有停止 这么说吧 只要这个疫情没有好转 那么澳元还将继续下跌 那么实际上澳元的下跌 在反另一个方面 或许还能对于澳洲经济有所帮助 毕竟一个货币的贬值就意味着它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对于我们所有的百姓和投资者来说 我们希望疫情尽快能够好转 这不仅仅是钱赚钱的问题 更多的是一个人命的问题 毕竟只有人健康 你赚了钱才能花得到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两个观点 主要呢 就是为什么这次呢 A股还会有出现这么大的下跌 以及我们预计在疫情好转之后 将会出台超级重大利好 以挽回目前的经济下滑 同时这个超级利好 也会间接的帮助到澳洲自己的恢复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